我们今天要来分享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伙伴来跟我说 他说老师 我觉得我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那我想这个不错 当然指的是这个社会价值观 因为他说可是他实在不喜欢工作 好各位 好你听到这段话吗 他其实也不是说不喜欢这份工作 而是感觉起来好像不太喜欢工作的这种生活形态模式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好各位 如果假设现在你真的中了乐透 你会不会马上辞职呢 好如果你会选择马上辞职的话呢 那可能呢 你面对到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跟你可能有类似的地方 好比如说如果老师现在中乐透的话 那我会选择做什么事情 我会马上怎么样 就是用一间非常好的教室 然后设备非常好 然后呢 我会在思考说 我的这个电脑的设备怎么换到更好的 然后有自己的直播室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吗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赚到钱 我想的是怎么提升我工作的这个品质跟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谈的话 到底今天这个职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工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各位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好 这个题目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呢 好 要来从这本书来切入 我并不是来跟你谈说 我要怎么样子这个热爱工作 不管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也许某种程度呢 我们现在都遇到某些盲点 那这本书呢 叫做看见九个真相 释放你对工作的想象 就是说不论你今天是这个 我讲在我们的这个线上 有些伙伴 他可以算是自顾者 就是自己是老板嘛 对不对 那当然呢 在等一下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来看 你应该怎么样子 在这个时代带领团队 带领你的公司 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那如果你现在呢 在职场里面工作的话呢 那我想也许可以帮你看到一些 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让你怎么样 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 好 OK 那大家早安 好 这个 雨晨 那个 思庭 玉萍 燕珠 感谢大家这个 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铁粉 早上呢 都 准时出现 来跟我们的互动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咯 好 来 首先呢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 各位 你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不见得是 你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好 各位 我们常常会想说 我是不是这个玻璃心 我是不是这个草莓竹 所以我总是怎么样 就是 我觉得工作做一阵子 可能就没有兴趣想换 那 其实不见得是你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让我们来看这本书 它的观点 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真相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呢 想要远离工作呢 好 来 各位 所以今天呢 书里面总共告诉你有九个谎言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其实这个所谓的谎言呢 是夸张一点的说法 那其实就是说 一般世俗的观点 好像是如此 所以今天呢 又要来颠覆你的这个想法了 好 第一个呢 他说第一个谎言 叫做人们在意他们为哪家公司工作 也就是说 我们常常在讲说 这个公司的品牌 但是公司品牌真的这么重要吗 也许你认为说 你的工作不错 其实就是你觉得 你的公司是大公司啊 那大家都觉得这个是 这个这个百大企业啊 然后甚至上市上柜啊 但是为什么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呢 好 其实这个世代的年轻员工 更在意的是工作的氛围 而不是公司的品牌 也就是说 这间公司叫什么名字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的主管是谁 他喜欢协同工作 喜欢及时有回馈 喜欢被渴望赏识 然后他们呢 可能跳槽是比较频繁的 所以他们会做比较 然后呢 他们其实更需要 更多的这种软技能的协助 什么叫软技能 例如沟通 就是软技能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 现在的世代 他们在意自己是属于哪一个团队 我的主管是谁 那我们这个工作的氛围是怎么样 他们更重视 个别这种团队的文化 胜过企业文化 所以你现在了解意思吗 其实重点不在于 这个你的公司的这个规模品牌 而是你怎么样跟他们互动 好来 第二个谎言是什么 叫做最佳计划总是胜出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会认为 这个 不是这个世代的人 其实应该说 并不是现在人不喜欢计划 而是他们知道变动太快了 所以如果你们 假设公司还在习惯办这种 什么年度策略汇报 然后大家来讨论 这一年的这个目标 你就会让人家感觉到 又来了 反正呢 几个月后过去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 这些目标 某种程度都是不断在做修正 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 并不是最佳计划胜出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能不能够怎么样 更快速的回应 这个时代的各种状况 所以也就是说公司啊 其实最重要不是定这个计划 而是情报之间的交流 而是有很快的有讯息 可以怎么样进来 让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及时修正 所以与其啊 去做这所谓的年度策略汇报 还不如用那一两天的怎么样 真的让大家彼此有更紧密的交流 让大家彼此有什么样 更多情感上的支持 让这个讯息可以更快的 再怎么样 再流通 那也许这个反而是什么 是我们真正工作团队所需要的 好 来 各位 那第三个谎言是什么呢 好 叫做一流公司层层下达目标 好 各位 我们总认为目标目标很重要 但是其实目标们 不过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计划的结果 所以呢 真正一流的公司 给的不是目标 而是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好 所有的一流的公司 当然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员工如果很喜欢 在这间公司里面工作 我们员工如果怎么 很愿意为这间公司打拼 然后呢 这间公司的绩效也真的很好 那么它往往并不是不断的给目标 而是给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好 想象一下 其实目标是一种理论 好 我们用比如说举例 就大家最近很红的 什么OK 这个所以以前的我们讲说 这个KPI 那你会发现到 它可以是理论 是梦想 但却不一定跟你每天 必须完成的工作契合 所以想象一下 就像如果你现在在一个 业务团队里面 各位 你每天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希望达到 我们的业绩目标 这个业绩目标 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出国奖励 可以做赚大钱 但是我们每一天做的工作 其实是很 有的时候是很 这个繁琐的行政工作 它不见得跟你的这个目标 是完全契合的 并不是今天 某种程度 我举例 如果要目标完全契合的话 就是你是实心工作者 什么意思 你做一个小时 你就要赚多少钱 那你跟自己讲 我今天一定要做满几个小时 我就可以赚多少钱 有没有 那才是完全契合 那么目标常常会让你觉得 你只是公司的一个小此人而已 也就是说目标 往往会消磨了你工作的意义 那么反过来讲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怎么去创造 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决策 会影响到我们今天 我们公司的什么 那这个可能是什么 才是工作的意义 好 来 再来 第四个谎言是什么 叫做最佳人才面面俱到 好 我们总是觉得说 一个 所谓被称得上是人才的 好像他要什么都要会 什么都要行 他好像感觉起来 是要是个玩人 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真正的人才 都有其独特之处 甚至你可以说 就是他每一个人才 都是有他的缺陷的 他可能怎么样 电脑的程式语言 写得非常好 但是他就是怎么 不太跟人讲话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一件事情是 真正好的领导者 一定是能辨识出 每一个人的强项 然后让他们 在适合的位置 所以你想想看 有时候你在工作当中 各位如果你真的 不太喜欢 每天工作的话 其实坦白说 很有可能 你并不是在 发挥你的强项 团队从来不应该 把每一个人 都变得很像 应该怎么样 让每一个人 发挥他最大的特质 让他在团队当中 独一无二 好 各位 再来 第五个谎言 叫做 人们需要回馈意见 我们不断地强调说 OK你要 这个能够 正面地解读 大家的回馈 而且回馈 可以帮助你成长 其实我们不断地 去强调回馈的优点 其实背后的意思 就是什么 大家都不喜欢被回馈 所以什么意思呢 来 人们喜欢的从来 不是回馈 而是被认同 所以你一直想要去想说 我要讲什么话 可以给他好的建议 可以帮助他成长 其实这个方向 某种程度就要改变 应该是我们要怎么去 发现到他好的部分 然后怎么怎么样 去肯定他 欣赏他这些好的部分 让他把它发挥得更好 一个人进步 从来不是因为别人给他回馈 而是他想要进步 所以现在懂这句话意思吗 我们不断地告诉他 他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他不见得会做得更好 各位 我们要怎么样让他想到更好 才是关键 回馈不会给别人动力 所以人们其实不需要回馈 需要的是被关心 OK 你懂我的意思了 好 来 再来 各位 第六个谎言是什么呢 好 第六个谎言就是 人们可以可靠地评价他人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评估 然后打分数 你会发现到 这些分数真的能够可靠地评价别人 你想想看 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做这个 在演讲的时候有这个回馈量表 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各位 大部分的人 不见得会给这个最高分 他觉得最高分好像怪怪的 所以他可能给什么 四分 但是他的四分是不是他的最高分 或者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给别人过五分 那四分不就是最高吗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这些数据真的有意义 我们的确可以得到更多的数据 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 对 但是其实真正影响这些数据的原因 还是有太多人 OK 好 到底动力怎么来的 到底哪些原因 让一个人可以让每个都热在其中 各位 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 非常可靠的做出评价 我们真正能做出评价的 只有我们自己的经验 所以只是说你今天回到家里面 你晚上的时候 你可以反省一下下 你可以反思一下下 你今天一整天 各位 这个我们真正的能评价的 只有自己的经验 所以不用太去怎么样 着重在于是 OK 我要怎么样去考核别人 或什么 其实它的意义的价值是有限的 好 第七个谎言 人们有潜力 你会不会常常觉得 你的公司的部署 它是有潜力的 今天我们就把迷思打破 潜力从来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也无法评估 潜力就是你一种感觉 你觉得它好像怎么样 还不够认真 或者是你觉得 它好像有些天赋 好 各位 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 其实人们真正拥有的 不是潜力 而是动力 你一直去评估这个潜力 其实反而无法客观 但是你可以好好观察 它到底有没有动力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人分成 有潜力没有潜力 而是可以去观察 他们的动力 他的动力有缺乏 他的动力很强 观察动力反而可以比较客观 什么叫观察动力的 比如说你会凡事往好的地方想 这件工作里面 你可以问他说 那你喜欢哪些部分 你有讨厌的部分 但你喜欢哪些部分 这些都会怎么样 帮助他提升的动力 所以如果今天 他总是往什么不好的地方看 自然他的动力就会弱 好 各位 来 第八个谎言 好 叫做什么呢 叫做工作与生活 平衡最重要 好 各位 平衡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什么叫做平衡呢 平衡是一种感觉 还是事实呢 所以想象一下 来 热爱你的工作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才是工作的目的 不是要取得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什么意思呢 从来没有所谓的平衡 就算工作生活各一半 也就是说 你每天的工作的时间 跟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过你的生活的时间 假如各一半的话 各位 你觉得这样叫平衡吗 其实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 依旧不会感受到平衡 但是如果你真的热爱你的工作 各位 你就不会去计较 到底怎样算平衡 其实你每一天是很平静的 你真的懂我意思吗 所以老师呢 其实每一天的工作时间 根本就没有办法计算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在连睡觉 做梦的时候都在想说 怎么样让课程活动更好 好 所以我们应该真正的是要 想办法去怎么样 找到真正我们热爱的工作 好 最后一个谎言 叫做 领导力是有标准的 好 老师自己本身呢 我就在不断推广这个领导力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课程呢 其实在谈的就是领导力 我们会为领导力下一些定义 可是你会发现到 无论我们讲的 领导者要有勇气啊 要真诚啊 领导者怎么样 应该要乐于沟通啊 要有亲和力啊 这个要有影响力 反正这么多这么多 可是你会发现到 你周遭的这个领导者 也许他的技巧也很棒 可是他不见得就是符合这些特质 所以这怎么一回事呢 好 来 成功领导者固然有相似的特质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 好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好 各位 当初我们追随他的时候 其实他还不是成功的领导者 不是吗 所以就换句话说 各位 并不是他拥有了这些 我们分析出来的这种成功特质 他才是成功的领导者 好 你追随他 有可能只是因为怎么样 好 各位 很重要 叫做 他带给了我们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人说领导就是人际关系 重点不是他是谁 重点不是 各位 他有什么样的头衔 身份 然后或者是说 今天他具备了什么 我们后来分析出来的真诚勇气 其实就是一种 我们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他带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喜欢跟他在一块 我们觉得追随他 我们觉得跟着他 感觉是有价值的 好 各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从一开始主题告诉你说 老师 我的工作不错 但是我好像不太喜欢工作 怎么办 OK 我们告诉你 不见得是你的问题 如果是工作上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工作陷入了 刚才讲的这九大谎言的任何一块 当然其实有各式各样可能的原因 但是我想今天至少有一些想法上面 帮助你可以做一些厘清 今天星期一早上 很高兴跟大家互动 我们在星期三的晚上 台北的反读 要分享这本书 为了要遇见40岁更好的自己 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或舍弃的 到底是什么 很感谢家沛 总是很认真的帮我们做推广 我想他是一个非常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他会觉得好的东西 他就是会去分享 我觉得有时候分享这件事情 也是一种自信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什么是好的 所以我想要跟我的伙伴来做分享 各位 分享本身是一种力量 而这种力量 有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种你内在来的 OK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来 很少有一件事或一个人 你可以全都喜欢的 关键还是一样那句话 怎么去找出自己喜欢的部分 各位 怎么样子去厘清自己 怎么样子去面对 不管是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OK 找到那个部分 我想这是你第一个需要的动力 那你当然怎么样 要常常的不断的去思考 询问 探寻 然后真的要不断的执行 各位 从尝试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看到一些东西 好 这也是我们今天早上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想线上的伙伴 我参加我们的这一次的 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 这个所谓 这个迈向卓越之路的研习 那我也很期待 在这个课程当中 遇到大家 好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想法 就是说 不要去想说 我一定要从这个课程当中 一定能够改变得到些什么 但是当我们投入的时候 其实那个成长 那个喜悦 就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被领导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你参加课程 其实就是被领导 可是在被领导的过程当中 你又可以用你的角度 然后来诠释 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上班是幸福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做好 你自己的那个部分 然后就可以创造出 不是你一个人 可以创造出来的成果 可是各位 如果你未来是领导者 如果你未来 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 你也要记住 当别人把他的时间交给你 他就是把他最宝贵的生命 交给你 我们怎么样子 可以帮助他的生命更丰盛 这也是我们 这个迈向主要之路 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OK 如何帮助身边的人成长 如何帮助你的团队 好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 老师都希望 透过简短的互动 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 不一样的开始 好大家早安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